周三北京的PM2.5浓度基本都在每立方公尺200维克以上 中午更一度达到了300维克以上 远远超过世卫建议的25维克的标准水平 当天下午正写13届四次会议闭幕 今年的两会并没有出现以前的两会蓝 因为我们就是打小就在北京 然后想上以前小的时候北京这边基本上天都很蓝 这都是我们亲眼见证过的 然后现在其实这种灰蒙蒙的天 其实对于北京人来说 刚才我也说了有时候都习惯了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比较抵触这个雾霾的 空气污染 感觉不太舒服 它会如何影响到你的心情 一般那天要是阴天的人的心情都差一点 尽管人们希望大风天气可以摧散满天阴霾 但空气品质网站alv主要却预计 本周盛夏的时间里 北京人会笼罩在阴霾天气之中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